菲律賓旅宋島上面的火山突然的噴發 就沒有想到 當地旅客完全沒有任何的拘捕器 造成了傷亡的事件 我們看著報道 民眾驚恐用手機拍下了遠方 火山爆發的驚險景象 只見大量的火山雲直衝天際 高度還超過了500公尺 其中還伴隨土石不斷的噴出 距離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340公里外的艾爾貝省 這座火山麻雍火山 7號上午突然噴發 大快的落石就這樣砸向了附近的營地 造成5人死亡 當中包含了3名德國人 1名西班牙人 還有1名菲律賓上島 軍方的直升機 試圖將遺體運送下山 而捷後餘山的其他登山客 一客也不想多待 趕緊撤離 標高2462公尺的麻雍火山是火火山 圓針形的山體近乎完美 也被封為是世界輪廓最完整的火山 近400年來爆發將近50次 最近一次是在2009年 也像最近又純粹欲動 不過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 卻認為這次不是火山爆發 登局也無意義提高警戒 東森新聞 蕭伟林鄧宇親報導 好 憲平 這個火山爆發讓大家很驚慨 我們不是覺得 現在的火山爆發不可以預測嗎 地震沒辦法預測 可是火山我可以從你的震動的頻率 知道你要噴發了 怎麼現在這個火山噴發的時候 完全沒有預警 然後造成可怕的傷亡 這次火山爆發才讓我們知道 原來菲律賓它有22座 火火山 二次說火山裡面 最活躍的就是這次爆發的麻油火山 麻油火山 那這個麻油火山 被稱為最完美的圓錐體 你看它多漂亮 那因為它漂亮 所以它變成一個旅遊勝地 那這一次來噴發 蹦一下 它總共噴發了73秒鐘而已 就造成五人死亡 八人受傷 五人死亡裡面三個德國人 一個西班牙人 一個菲律賓導遊 我跟你講 他們說73秒鐘噴出來是什麼 一噴出來以後 像車子一樣的大了十塊 石頭這麼大 石頭這樣 就像炸彈一樣炸下來 那不會跟像彗星狀地球一樣 因為這五個人就是被炸死的 被炸死的 對 所以這個火山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這個火山只要一爆發 每一年都造成大大沉沙 你看 你看 我覺得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 這教堂的一個尖塔 中 教堂 中塔 整個教堂你已經看不見了 這底下是教堂 教堂底下在下面 那這一次噴發 你知道這邊村民 你看教堂都只剩下真塔 十多少人你知道 十多少人 一千兩百人 一千兩百人全部被弄在這下面了 你看看 你看這是這個火山喔 這是它噴出來的巨石 這石頭從這麼遠 待會兒 噴這麼遠 噴這麼遠 這個手這麼大 這麼大還可以噴這麼遠 噴這麼遠 你就知道它多厲害 所以這次炸死人就這麼大石頭 噹噹噹 炸死人 所以它每次噴出來 就是這麼大的石頭 噴出來不是火山灰 對 是火山石頭 火山石頭 所以它每一次噴發 都造成大 巨大災難 那個災難你都無法想像的 我剛剛講過 它這一次鐘樓的 一千兩百人死亡 那個鐘樓就是這個 那等於說這全部都被淹掉了 全部被淹掉 只剩下這麼一塊 對 只剩下這麼一塊 這些防射已經全部淹掉了 而且被這次噴發 死了一千兩百人 你看這189人 它七天下著雨火災 更可怕這個 2006年已經算很新了對不對 是 這次爆發衝走了千人 它除了有石塊 從天上掉下來之外 它還有泥流 你看那泥流 整個把它已經淹賣了 整個你看 這房子只看到屋頂了 看到沒有 多可怕的火山淹流 好 沒想到這個馬上 火山淹流這麼可怕 對 1993年 也是跟這個噴發的形狀很像 小蘑菇雲 就奪走了七七條人命 所以這一次 73秒噴發 就奪走了五條人命 好 我跟你講 大家可能不要小看火山噴發 火山噴發 那個力量太可怕了 這一次我剛剛講 石頭一樣大石塊 像下雨一樣砸下來 你一定不相信對不對 我給你看冰島火山噴發 冰島火山也噴這個 噴這麼大的石頭 這石頭有多大 多大 這是人 這是人 寶傑 這是個人 差這麼多 這是個人看到沒有 這是火山噴出來的 這是火山 從火山口噴很遠 噴到這裡來的 這麼大一個石頭 你就知道這個火山噴發的力量 有多可怕 有多大 好 原來這個馬融火山 被列為是全世界最具破壞力的 六大火火山 而在這一世界裡面 過去我們都覺得 火山噴發裡面 你有火山灰 你有岩漿 已經夠恐怖了 可是沒有想到 原來火山噴發以後 也會出現這種巨大的石頭 而這一次的災害 就是這種大石頭 一一從天上落下所造成的 好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2個月 我可以在家裡 1個月